HELLO 各位粉絲團的朋友大家早安 今天比較早,因為今天的預約車輛有點多 所以我們一早開始,大概八點八點多就開始施工了 那這台車是Mazda 6的3.5代 但是一般來說,我們簡稱它的底盤代號就是GJ 那它這台的話,有四門的Sedden車款 這台就是四門的,還有一款是五門的Wagon 還有2.2升的柴油引擎 那這台車是2019年,然後動力的話是2.0升 那今天要做的工作呢,就是改裝道路版的避震器 那我們已經把原廠的避震器拆下來了 而且車主的概念非常非常的好 因為用車頻率比較高,所以順便把後面的仰角調整器 我們一起把它裝上去的 這是原來的後面的仰角 因為這台的後面車高算是多連桿的結構 所以當它車高降下來之後呢 後輪的CAMBER角度就會比較趴 不曉得大家還記不記得 上個星期六的下午呢 我們所直播的車款 是Mazda 3的三代 那三代跟這一台的Mazda 6的三代 基本上它的底盤架構呢 是都一樣的,同一個底盤架構 那一台Mazda 3呢,它的車高呢 降到大概兩指左右 所以它的後輪的CAMBER呢 大概是1.41到1.45度左右 所以後輪的話呢,它的臨界點 如果以三代的Mazda 3來說的話呢 如果降到兩指半以下呢 就會建議要改仰角調整器 那這一台車的車友呢 它的用車的頻率比較高 所以呢,我們就建議呢 車主呢,他要降的車高是兩指幅 所以就順便呢,把這個是Summit的仰角調整器呢 一起把它裝上車 那我們來看一下呢 後面的部分還在施工當中 那這一個世代的Mazda 6跟Mazda 3 它的後仰角調整器 其實拆裝上會比較耗時一點點 所以後面的話,師傅還在施工 不然我們先來介紹前面好了 後面的話,它的結構 師傅還在施工當中 我們先讓它施工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前面的部分 前面的話呢 這個世代的底盤 有好多的Mazda車系呢 都是共用的 譬如說 譬如說 三代的 剛剛提到的三代的Mazda 3 還有CX5 甚至是 CX9 它的底盤架構呢 都是共用的 所以我們可以從 這些的基礎零件上來看的話 其實都是共用的 譬如說 上座的部分 它的上座就是三顆螺絲 那這一台車呢 當然了 我們前面跟後面呢 都有附上座 它的前面呢 上座是在引擎室打開 所以拆裝跟維修啦 或是調整呢 都相當的方便 它的調整機構呢 是在避震器上座的正中間 這裡有一個KT的Logo 這個就是可以調整阻尼的機構 往順時針 這裡有一個H H的話呢 它就是Hard 就是變硬 往逆時針呢 就是變軟 那一共有30段的阻尼呢 可以調整 可以隨著 車友的 自己的需求 來做設定 那這裡呢 這個是避震器的上部結構 這個叫避震器上座 上座的話呢 像這樣麥花城的懸吊系統呢 它其實下方有一個軸層 那我們有附上座 而且上座的軸層呢 所使用的品牌呢 是日本KOYO的軸層品牌 那下方的話 我們這台車呢 所配置的台灣公斤數 是8公斤 馬三的話呢 就配置的是7公斤 那馬三跟馬六呢 它的這個基本的架構是差不多 可是馬六這顆螺絲的粗性呢 它就做的稍微比較粗一點點 然後 嘉義的那個 驛展的老闆 陳老闆的話 也在線上 那如果 有在嘉義的朋友 有很多很多的馬三呢 都很知道說 我們嘉義的那個驛展 老闆是馬自達3 很多的車友都在那邊 改那個KT的避震器 那裡也都有實車可以試乘喔 而且最新四代的馬自達3呢 也即將要在驛展要安裝 到時候可以大家留意一下 驛展自動車的相關的資訊 好 那前面的話 這個是兩角螺絲喔 那KT的話 在這個地方呢 都其實會設計一個 橢圓孔 那橢圓孔的用意呢 就是讓車主呢 或者是技師 可以隨著想要的CAMBER角度呢 來做微調 那一些細節的部分 譬如說這裡有油管固定架 然後這裡有ABS感應線的位置呢 那當然這些呢 都是跟原廠的位置是一模一樣的 這些的話 在台灣並沒有法規上的要求 可是歐洲的話呢 它有相對安全性的要求 像是這個呢 就不能用束線帶了 就一定非得比照原廠的固定方式 所以KT的話 在這些的車種別上呢 都是專車專用的規格 那離載串的部分 這台車呢 不需要啊 換短的離載串 直接沿用原廠離載串就可以了 那原廠的MAZDA6呢 其實這裡有一個斜震塊 那這個斜震塊的話呢 它是針對原廠的避震器 在作動的時候 會吸收部分的震動 那改裝之後其實就不需要了 這些的機構的話 像是在富特的KUKA上面 我們也有遇過 有類似的零件 這個算是 原廠在設計的時候呢 比較貼心的一些地方 好 那今天的車高呢 預計了 前面跟後面呢 降到大概兩指幅左右 兩指幅 那這台車齁 我們如果一般道路版本呢 可以降到非常低喔 最高的話大概 這個原廠的話 大概是三指幅左右 最高的話有辦法跟原廠一樣高 最低呢 可以把輪胎呢 跟葉子板大概到切齊的幅度 所以這台車呢 能夠調整車高範圍呢 它的區間範圍算是蠻大的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這個 算是小改款之後的 馬自達六三代喔 配備 車市裡面的配備呢 比三代的話 多了不少東西喔 那這台車 國外上市的比較少喔 其實應該啦 應該 它的也都是接續著馬三之後呢 也都差不多要進入一個 改款的狀況 那這樣的中大簡房車呢 其實舒適度啦 安全度 還有它整體的內裝的配備呢 其實相當的不錯 如果 車主的話呢 有需要試乘的話呢 這個車主呢 也是 預台呢 也是馬自達的業務喔 所以如果有需要試乘呢 或者是要買馬自達的新車呢 都可以跟我們聯絡啊 我們的小編呢 都會跟大家介紹喔 是在風源所 是在馬自達的風源所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後面的結構部分喔 第一個 橘色這個部分呢 就是剛剛所提到過的 後面的仰角調整器 那原廠呢 它其實只能做頭映的調整 它頭映的螺絲呢 是在這個地方 它只能做頭映的調整 那頭映的調整呢 它會動到一點點喔 會動到一點點Camber的角度 可是 當要做比較精準的Camber角度的話呢 還是建議喔 要改仰角調整器 那一般的仰角調整器呢 其實拆裝很簡單 這邊一顆螺絲 那一邊的話 一至兩顆螺絲 在拆裝仰角調整器的時候 是相當的方便 可是呢 這個世代的底盤呢 它這一邊很好拆裝 但是另外一邊呢 要拆裝的時候呢 有一顆螺絲呢 會比較難閃的出來喔 所以拆裝仰角調整器呢 以這一台車來說的話 它的零件成本是差不多 但是一般店家呢 都會把工資呢 稍微收高一點點 其實大家要了解的就是 這一個地方的那顆螺絲呢 會比較難拆裝一點點 那我們再回歸到避震器的部分 這台車呢 Mazda Leo 我們的後面彈簧 阿 在這裡 後面的彈簧 上方的調整機構 這裡還有一個橡皮 上座這裡還有一個橡皮 下方的話 也還有一個橡皮 那這些橡皮呢 都沿用原廠就可以了 那這樣的 調整機構的設計呢 有一些的廠牌 會坐在下方 那有一些廠牌會坐在上方 那坐在上方的優勢就是 它的支币呢,轮胎还没有着地的时候 它Hilokey跟弹簧呢,如果坐在下方啦 就比较没有办法呈现一直线 所以在异音率上来说的话呢 就比较会有异音的困扰 那像这样的悬吊系统呢 会比较建议Hilokey呢,坐在上方 所以我们的设计呢,也是针对这台车呢,坐在上方 那这条弹簧呢,就是马六所专用的规格 它的规格是230长 那6公斤,6公斤指的意思呢 就是我们下压1mm呢,它需要用到6公斤的力道 那这个6公斤的由来呢,会跟车重 跟悬吊的几何设计呢,都有相对的关系 如果把弹簧摆设的位置呢,比较靠近外侧 那它的公斤数就会不一样 或者是弹簧摆臂的位置呢 不同的话也都会有不一样的公斤数的配置 那后面的,它的筒身呢 它的行程算还蛮长的 在上座的部分呢,这台车因为 上座的话呢 KT也都有附上座 那阻尼调整呢,就是在上座的下方 这里有一颗旋钮 从这个地方呢,就能够做阻尼的调整了 但是我们把车高呢,降下来之后呢 也许有可能这里只剩下两指幅 我们手臂就伸不进去的 那到时候就需要呢,把车子稍微顶靠之后呢 手指头有办法伸进来呢 就能够从这个地方来做阻尼的旋转跟调整 一样是顺时针就变硬,逆时针变软 那前面跟后面呢,它的段数呢 都是一共有30段 那这个防尘套呢 就是它后面的筒心其实是 道路板是细的啦 所以这个筒心的防尘套呢 也是做专用的规格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密合度 就是刚刚好是这个的规格 那里面也有一个缓冲的馒头 有的车底盘设计呢 它的后面缓冲馒头是会坐在下直壁下方 但是这台车的话 它的原厂的缓冲馒头 一样是坐在冰箱器 跟KT的设计是一样的 那这台车的基本上的后悬吊系统 最主要有两个地方要注意而已 第一个,当车高降下来之后的后轮Camper的角度 所以如果有车高要降的比较低的话呢 就建议这笔钱不要省 另外第二点呢 就是在安装的时候呢 后面弹簧的预载值呢 千万不能过多 这条弹簧呢 它的长度是230mm 可是当我们的这个筒身呢 假设把它缩得太短的时候 弹簧就预载过多 那怎么调都不好做 而且会影响到筒身的寿命 跟也有可能会有硬硬的状况 所以后面的调整方式呢 就是这一台车在安装上 最主要的一个重点 那重点很简单 就是弹簧千万千万不能压缩过多 那这个是后面的避震器的 它的下支币 它的下支币的固定点还蛮低的 像现在的 对我们明天呢 如果有机会的话 有空档也会跟大家介绍呢 没有在直播上分享过的车种 就是Camry的八代 那八代的它的悬吊系统呢 跟算是TNGA的底盘 有做了一个大幅度的改款 TNGA的底盘呢 其实它也是类似这样的悬吊系统 可是呢 它的下支 它的后筒心的固定点 下方固定点 是跟Golf的类似五代六代一样 它的比较上方 所以它的整体的行程呢 是做的比较短一点点的 所以TNGA的底盘呢 还蛮特别的 所以它的主名也都做的比一般 还要来的强一点点 那这样四代的那个Camry的底盘啊 算是一个大进化 所以八代的一般的操控的口碑呢 都比之前的还要来的好很多 我们安装到差不多了 左后还没好 不然还可以先打开 前面都OK的 那前面的车高调整呢 如果有参加看我们直播的车友呢 就可以了解到 它前面的车高调整 并不是靠压缩调整去改变的 前面的车高调整呢 我们需要把脚管上方这个齿轮状的托板 我们把它旋松 旋松之后 它蓝色的脚管呢 往一直旋转 往下延伸的话 它的长度变长 那车高呢 就会变高 那相反的 如果这个蓝色的脚管往上缩短 车高呢 就会变低 所以调高跟调低啊 它乘坐的感觉呢 是不会差很多的 因为啊 不是靠向低接的方式 它是靠压缩谈谎 现在避震器 台湾避震器 应该也很少很少 会做这样的形式的 那马六 它其实原厂的配备 就已经很棒了 原厂的轮胎呢 这一台的话 是配置了19寸 254519的规格 算是超级超级有诚意了 所以它原厂就已经配置了19寸 那再加上呢 把侧高降下来之后 改个避震器 它整体的操控 因为底盘本质 其实就已经很不错了 前卖华城后多连感 所以哦 整体操控的话 就都有相当相当高的水平 因为铝圈已经改了19寸了 它的扁明笔也算是一个跑胎的规格 OK我们开始装胎了 那今天的马自达六三代的直播呢 就到这里 如果呢车友呢 你有刚好是开这部车 有任何问题呢 请不用客气 请告诉我们小编 那如果车友呢 有需要试乘呢 我们台北台中南部呢 都有试乘车可以提供给大家试乘 产品呢 地震器的话呢 就最建议大家来试乘 试乘化 比较是最客观的一个方式 那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 拜拜